以后国外开始来台抢学生 目前最热门的亚洲留学学校 以日本及新加坡为主 全国最大的亚洲留游学展中 就有新加坡学校寄出200万元的奖学金 向台湾学生招手 总学费与台湾私校相差不远 学生又能够快速学成第三外国语 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学子来询问 疫情解禁 留学展会负实体 亚洲留学展这一天就在台中一间酒店登场 包括日本、新加坡等多所学校 涉滩来台抢招学生 新加坡的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还有SMU新加坡管理大学 以及我们在私立的新加坡的学院 都有到台湾来招生 新加坡公立学校也寄出200万的奖学金 还有机会可以争取到三年工作机会 是很多家长的目标之一 被入职的话 他们的学费可以减半 是因为我们政府会给一个政府的奖学金 四年之后他们的奖学金会200万 毕业的话 他们可以合法的工作三年 送小孩子到新加坡念书的时候 他就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 可是可以拿到英国、美国、澳洲的一些学位 那对家长来讲 当然学费也会是比较节省 日本及新加坡是目前亚洲最热门的留学国家 前往日本留学的学费 与台湾私立大学也相差不远 也有助于文能力的养成 在这个国际化的学习环境里面 学校也提供了免费的日语学习课程 所以当学生完成大学四年之后 那也可以同时学习第三外国语 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学费它非常的亲民 一号留学潮回温 加上手紫化浪潮席卷全球 亚洲国家的学校积极向台湾的学生招手 主打培养国际化的人才跟能力 要在高竞争的环境提前累计实力 这里叫化台中才放不到